大家好,我终于能够做爱跟你们分享我的冬装视频了 婚礼的Vlog还在剪,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分享我的秋冬装穿搭 确切来说应该是冬装 因为我特地为了就是感受冬天的氛围跑到川西去了一趟 那边真的很有冬天的氛围 我自己在那边边感受冬天的氛围边下单了很多冬装 今天重点除了分享我的冬装穿搭 还会分享一些我的帽子 还有一些很好穿的裤子 因为我一新买了一些非常好穿的裤子 我就边分享穿搭边跟你们分享它们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套的一个外套呢是一个这个牛仔绵服 我去年有买过一个牛仔的羽绒服 那件牛仔的颜色就更蓝一点 然后这一件的话就更复古水洗的感觉一点 这一件它的这个牛仔的软度是很软的 就像披了一个棉被上去一样 我去年买的那一件牛仔就比较硬 然后它都是很挺的那种 就没有这么软 这一件这边是做一个这种刺绣的印字 然后后面呢也是做一个这种贴布的一个设计 这一件它的袖口啊还有下摆都是做这种松紧的 其实棉服有个通便 就你别看它好像是很厚实 但其实在尖的地方这样摸起来就感觉好像是比较薄的 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尖线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棉都不了这个位置 两个蓝特别特别搭 这个帽子呢我买了两个颜色 这个蓝色买了一个粉色 这个帽型就是一个这种渔夫帽 灯罩帽 然后它是这种毛线制的 这个蓝色是这种灰蓝色 然后下面是做黑灰色的一个拼色 然后里面还有夹杂的这种白色的线 就冬天戴着很有安全感 就整个把这个都罩住了 它这个裤子是有点这种工装感的一个白色裤子 真的好长 实际上看还好 但拍出来就会感觉好像腿那边有点皱皱的感觉 放到后面给你们看 它两边都有这种带子的一个舌子 蛮帅的很有工装的那种感觉 这条1米8的人穿就不需要去改 这个中短款的一个棒球服 然后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这边有做一点垫肩 这样穿上去整个人就是酷 整个人都特别的有气场有气质 第一是显得我比例特别好 第二就是它垫肩不会特别的宽 刚刚好就会修饰肩颈这一块 它的面料就是远看好像是纯黑的 其实不是 它是有做一点点这种亮亮的暗纹在里面的 像这种棒球服很少会有做的这种款式的 就很特别 它的厚度算是中等偏厚一点的一个厚度 因为它这个面料还蛮厚实的 然后我搭的裤子呢 是我最近新买的一条 这个裤子你们知道多少穿吗 它的话是一个这种纯黑色的喇叭裤 它的裤长也很长 下摆呢是做这种不收边的一个拉丝的一个处理 这一条我上身它不会特别的贴身 它是会有一点空隙的 它会显得腿特别的直 这个牛仔不是特别厚 属于算是中等的一个厚度 然后它是有弹性的 然后它这个牛仔也是比较软比较轻肤的 所以上身的话也是没有那种舒服的感觉 但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这个面料比较容易粘毛 看我裤上已经有它们俩的那个痕迹了 这件本来我是想今天就录视频的时候 穿戴上我怕全程晃到你们眼睛 它的颜色就是一个超级亮的黄绿色 但它不会荧光也不会显黑 就是超显白 它的长度是偏长一点的一个长度 它制法比较密 但因为它是比较软的 然后也比较有垂感 所以穿上身之后会显得人特别特别薄 它还有一个小设计 就是在袖子的地方 它是做一个这种两个袖子 可以看到吗 它是可以从这个袖口出来 然后也可以从这个袖口出来 它搭配的裤子就是上面那一件那条裤子 搭配的帽子还有包还有鞋都是有点这种小羊羔毛的感觉 但其实这个它不是羊羔毛 它是用毛线做的这种羊羔毛的感觉 前面做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个装饰 每次我要找正面就是要这样翻翻翻 说哦在这里 然后它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内衬 然后帽子这一圈做一个黑色的一个包边 这个帽子戴起来就会显得脸叉及小 整个头就感觉是被包裹住了 就很温暖 这套的外套是一个这种黑白格的一个毛衣开衫 就是放大版的那种旗盘格 做四个这种大色块的一个拼接 然后它背面呢就是一个纯色的一个白色 它这个白不是那种纯白色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乳白色 毛衣的厚度算是中等偏厚的一个厚度 很舒服 目前很轻肤 裤子是一条黑色的纸筒裤 这一条也是我最近买的 我之前有一条类似的这种裤子 那一条我每次穿的时候大家也会问我 但是其实它没有到我特别满意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就是一直想再找一条那种纯黑色的裤子 然后我就终于又找到一条这个裤子 这一条是我忙买的 它也超级显瘦 这条的面料跟那条喇叭裤的面料比较像 就是这种比较有弹性的一个面料 然后摸起来整体也是比较轻肤比较柔软的这种 我那天收到的时候搭配我那一双靴子 然后我整个穿起来 我一直在照镜头说 哇 这怎么这么好看 但这两条裤子我都还没有洗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掉色 这一套的一个外套是一个这种 鸡皮的一个棕色的外套 它是一个这种比较复古的甲克外套 我最近很喜欢这种色系的衣服 它这个是比较有重量 比较有垂干的一个外套 在下摆这边做一个这种松紧的一个下摆 这个没有夹棉 但它也足够防风 因为它就类似像皮衣一样的感觉 这件也是比较做旧复古感的 所以我搭的裤子呢 也是一个这种比较水洗做旧的一个牛仔长裤 它牛仔铺我超级喜欢 水洗的颜色超级好看 它这一条就是很宽松 加上它这种水洗的感觉 就很男朋友风 就是宽宽松松的 又有点复古慵懒的感觉 这条它的厚度算是中等的一个厚度 你看它整条都是这种很柔软的感觉 对 就是整个掉掉我都很喜欢 这一套的一个外套是一个羽绒服 不知道为什么拍起来它这个反光会这么厉害 其实它实际上它没有反光 就是哑光的那种很哑光很有质感的面料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我翻到后面来给你们看吧 更清楚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整件都是做这种字母的压纹 它就是摒弃的那种常规的缝线 它是做这种字母的压印 来把羽绒隔开 就特别特别有设计感的一个羽绒服 它袖子做的比较好 就是做一个这种松紧的袖口 就比较防风 另外它这样一裹出门就很高级 这件毛衣是不是也超级美 它做了一个这种渐变的粉紫色 这种怎么织出来的呀 基本都是这种粉紫色 然后到袖口是做这种渐变的白色 然后背面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做一个这种渐变 这一件的厚度也算是偏厚的一个厚度 就是织发什么都比较密 很干净 然后又很特别 这一套的一个外套是一个绿色的毛衣开衫 它这个绿算是牛油果绿 这个绿比一下就深了 这个绿真的好亮 这个就相对比较低调 比较冷静一点 它是做一个这种小丽领的一个领子 它是那种有一点像菠萝纹的一个绿法 就比较复古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它的袖子在这里做一个这种褶皱 在这边做一个比较长的收口 然后做一个灯笼袖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绿色的条件 是一个 dobre Country Mina 梓 Mo 梓 私 什么 我 我们 再冷一点的时候 把它这样拉起来 外面套有个那种白色的棉 这件是一个巧克力色的一个卫衣 我今年很喜欢这种巧克力色的东西 就我之前去成都玩的时候 还有穿了一套巧克力色的一个套装 它没有加绒 它是这种圈圈棉的 这个天穿刚刚好 然后里面可以再加一个那种 白色的长的短袖 然后搭在里面做一个层次 这边这个印花印字 作为一个有点幻影的 摇晃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印花的颜色 不是那种纯白色 它也是有点那种米色 搭一个这种羊羔绒的 一个期盘格的围巾 我今年说了不再买期盘格 没有想到 它这个颜色是棕色加乳白色 然后跟我那个就特别特别搭 然后在前面有个皮质的装饰 前面有个这个皮质的装饰 可以把这个围巾塞进来 对就是这样子戴的 裤子我就不说了 因为那个裤子其实它会比较容易皱 穿起来就比较麻烦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秋冬天彩色买了更多了 这件颜色我选的也比较跳 有一个这种美红色 它其实有乳白色 还有克莱因蓝 但是我就喜欢了一件这种比较亮的颜色 它是这种圈圈棉 然后里面有加一点点小绒 它的版型也就是这种比较常规的版型 但就因为它这个颜色 对付我纳入了我的衣柜 现在冷一点的时候 我准备就外面套一个黑色的那种羽绒服 可以把这个美红色稍微压一下 穿出觉得很好看 好了我今年第一个冬装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分享了我的大概有十套左右的穿搭 还是维持我自己的喜好 就是比较简单 会表示穿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和问题呢 可以给大家留言或私信 那我们就下视频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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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